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首先邀請周三大學陸曉雲老師 哦哦,那个,大家说我的老师,大家早 有没有觉得一早出来上课很辛苦这样 对,我相信大家当老师的自己站在前面都会觉得上课很辛苦这样 那我可不可以先稍微请教一下 在座,你的课程里面有 不好意思,我们都看到之前那个老师呢 这个资料,有交任何跟海洋相关的可以举个手吗 哦耶,好多哦 交什么?老师,您交什么? 海洋科学,自然 文化,超酷的,有吗? 交到海洋了,文化 文化,超讚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家的小朋友 我刚请Vincent留这一张在这边 这一张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生动 这样,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是真的有在冲浪 因为那个,知道,我包含这里有不敢来讲话 这有资格学的老师,然后有文化的老师这样 可是你会觉得他的那个知识跟那个水这件事情 他其实基本上是有在冲浪的感觉起来 那我们如果来看我被交办的这个任务 就是看今年收到的 不好意思,我可能会稍微放来放去 因为这个灯会打到我这样 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海洋环境及工程学习 所以我本身是学海相关的 然后我家的办公室就在海前面 所以应该可能说不爱海 对,可是我们每一年在高中生要真实上海大学的时候 每一个进真实我们家的孩子 问他为什么要学海工系? 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 爱海,对不对? 然后问他爱海有什么东西,每个人答案是爱海的漂亮 然后问这些孩子说 有没有过那个不好的天气去海边 通通都没有 所以当我自己在海边问的时候 我知道海洋不是一个纯粹看不漂亮的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刚才忽然看到这个 我经常看到乳班单位的那张照片 或者那张小画,会觉得非常有信心 那个你会觉得他是海 可是当我们开始在思考说 我们在看儿童的海洋画 或是小公公的海洋画的时候 就是刚刚院长说这是第二年 是去年我们第一年的时候 有稍微看过一点点那些的讲话 今年我是第二年认真去看完这所有的一千多文化 那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开始谈说 我们好喜欢海 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所有的人 只要谈到海的作文 大家都是台湾四面环海 平地,平地都是这个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看看这个所谓的素养有没有反映在它的各式各样的东西里面 从画,从它的文字,从它的谈吐 各式各样的东西有没有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就希望能够透过画这件事情来分析 或者是来看一看到底我们看到的孩子的眼中 他到底看到海洋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去年的 那去年跟今年其实它题目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去年跟今年 因为去年当时大家叫做梦想的海洋 那你现在稍微有一张艺品就留在脑袋里面 那我也稍微很简短的一两分钟 rephrase一下我们去年看到的一些事情 去年我们当时看到梦想的海洋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孩子 真的觉得他有跨到了 其实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看到 没有任何的白色或是沙灘 就会在海面下 对不对 可是一台湾的孩子 其实水比例应该没有高到这种程度 对所以他会真的非常的梦想这件事情 他可能是没有他足过海水的状态化出来的 所以他的印象是来自汇冷 电视卡通各式各样的 我们讲说那个二手的资料 那我们去年看到 我们去年也分析他里面的东西 出来的物种 实质收拾扣除的出来 而且最大部分的东西叫海灰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新闻上最常出现的叫做海灰 鼻子穿的吸管 对不对 那是孩子最直接从家长 从各式各样来的这个资讯 所以去年 这是提出来的 史丹姆金 海灰上国海藻螃蟹当雨 是全国上到的杀鱼 但后面就很难了啦 后面他就会是那个一群鱼 但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一群的鱼 所以这是去年我们看到的状况 那去年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 所有的文字跟图像都会呈现一个很标准的三角形 台湾的环境好美 我们欺负他 所以我要保育他 那是非常标准的三角形 而且我们欺负他的几乎都是百分百分之污染 所以我们去年刚刚有说有四千多件 但是去年我们只有分析到一百件得奖的 所以那一百件得奖的有七成八成 全部都是海洋污染跟海洋污染 可是我们海洋家不只有这一个单一面向 我们没有说污染跟热是不重要 他也重要 可是七成全部都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去年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三角形 而且你会非常直接的看到说 所有的孩子他的话共通在海里 可是我们知道这几年 比如说这是小琉球 那个疫情稍微松懒一点点 第一个爆炸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所有的孩子话海龟都是说小琉球 所以那个直接的连结是非常可怕的 大家的那个英文局是觉得我要往后海洋 然后可是一群人出去小琉球的海边 看他们要往后的那只海龟 密西龟 然后回来 所以当我们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今年其实非常有趣的是 今年叫做同游海洋 所以当我们开始 所以去年从梦想中的海洋 跳到今年同游海洋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事情 或者会有什么样子有趣的东西 有没有老师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这里面都是得讲的 有没有哪一服是你最爱的 这位老师你是白服 你刚才比哪一服是你觉得最棒的 我是喜欢右边倒数第二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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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通汉得奖金牌一牌 没有啊 为什么这个 我自己感觉像我不是学画画的 没有我们最初不是学画画的 对 所以我感觉他把买商鞋给入戏场 是 他做那个年纪 是 这个是今天得奖的 那跟去年有一件很大 先从那个直觉全面上的来看 人出现比较多 我们讲说废话嘛 同游 一定要有人 对不对 那我觉得同游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要开始更多一些 可以看孩子 他的行为 态度跟孩子的关系 所以非常的有趣 那这些话都在网络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 那这一幅有得讲 刚刚您知道的这个 所以我从 对我们研究室从几个面向来分析这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今年把一千五百多 我们先用空间去做一个区隔 在这边都是男主的老师 对不对 高雄为主的老师 那去年零件 因为我去年只分析了一百件得奖作品 所以从设施没有得奖 不代表他没有送奖 那去年这几个县市是没有得奖 那我去年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压抑 从湖海岛 就是县市怎样做的孩子都不跳海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连结是 他不是没有送奖 他有可能送奖没有得奖 所以如果 看起来在座老师 应该有一些跟我同年记得 有看过鲁冰花吗 鲁冰花那个孩子 他就是很棒 很有想象很有创作 可是他的话没有所谓的 不是主流派的技巧 或是这件事情 所以他没有得奖 那我今年在分析的时候 也非常有趣的发现 经典一部都有 那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几个 是我觉得我很爱的彭虎 跟金门迪道 的孩子的画作 那他可能没有这么高深的绘画技巧 可是你会知道 他跟海的连结跟直接度 是非常直接的 就是你会觉得 他就是一个跳海的孩子 那我们再看今年的作品 其实所有的县市都有 那下面的这张图 黑色的点点是有送件的学校 然后下面的颜色 从深到前是代表零空闭度 所以不太意外 因为本来零空闭度高的地方 学校都多 但是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 那我们家台风送的都是台风走 那个海线都没学校吗 对不对 海线都有学校 可是这些孩子 一个不知道为什么 黑色的点是送件 我不是得讲 要么是没有送件 要么是 可是我相信他们跟海的关系 是非常高的 我看到有一些高年级的画作 他的文字描述的时候 放高年级 他才写说 他第一次碰到沙滩 感觉到沙滩险险和味道 我其实自己非常的压抑 因为到高年级了 那我们理论上现在 所谓的海洋教育 应该是第一年轻就开始了 我有一个 我是比特学生 他是国小的教育主任 他又把那个国小的课档 排出来给我看这样 所以其实应该从国小就有 所以代表那位孩子 而且还是台东的小孩 他其实从小到大 他没有亲亲过海 连到沙滩都没有 那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压抑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人口密度的时候 台中今年宋建的比例 非常非常高 或者高危险 然后可是宋的学校 低度都是稍微 不是这么海线第一排的学校 那 如果说人口密度比双北的 比他的人口密度是略低的 那我们有去分析一下 那个距离 大概差不多平均 学校到目的的距离15公里 所以我们在思考说 空间上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 有趣的东西 或者是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其实就所有一线多件的画作 但是我们除了空间分析之外 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把图文 因为它们要叫三百字的文字 所以图文 我去做了这个分析 一个是背景 背景就是它刚说它什么卡牌 它是从上面从下面 还是平视 它有没有直接接触水平 可是它是很远远的卡 它是跳在里面的 它有没有同伴 那我们会去看它的图文里面的概念知识 就是在台湾的孩子知识比例是高的 但是出来的情况跟态度不一定 所以我们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跟大家说我们看到的东西 那我们这些东西会呈现在它的外跟内 外写就是它图里面 它跟这些海的关系 包含里面的物种的关系 那内在就是它的感受 它对海的感受 害怕恐惧爱忽然 各式各样的感受 比它更像内心 所以内外是我们会去分析的东西 那主办这边有给大家文字 所以文字的部分我们的赘述 但是我们当分析的时候 我们有去拆低中高 那这个首先是什么文字 那文字出来 你会发现一片正向美好 就像我们面试高中神一样 它还是永远的美好 就是开心快乐开朗 各式各样的好 全部都是在海里面 那我们也发现知识体 我们的教育教的教得非常好 全部通通都是爱护法机保护法机 所以每一个人图文的结束的 最后一句话 一千多件里面我们全是算的 大概有一千五百多件 大概至少有一千多件的文字 一定最后一句话都是 我们要好好往护海洋 类似像这样的话 或者我们要让我们的海洋有去发展 最后一句话的我们的作文都非常的棒 最后一句一定都结到这个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比例高到不像话的高 即使我今天要海洋的题目改了 结果还是一样 那所有的这个高到不像话 每个人谈海洋一定是额色污染 即使我今天朋友还是额色污染 物种一年级会有比较多的幻想 美人鱼这件事情 到中高比较低 那出去的人物很明显 多小都是老师跟父母 那到高年级的时候 父母开始变少了 对 老师开始变少了 到高年级 那我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我本来会以为通常带出去应该高年级 会比较多是搬上去游去 但是很明显到高年级是对心不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很在乎的活动 就是我们看到的活动 大概就这几种 潜水坐船的跟那个冲浪 而且冲浪到高年级剩一个人 其他都没有了 那我们也看到在前面的这个文字里面 作品比赛的说明的文字里面 还包含很多其他的活动 也包含钓鱼啊什么 几乎在土著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土著里面我包含的孩子 是不是会觉得雷钓鱼是一个破坏生命 或是那样的行为 所以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行为里面大概就只剩下船是潜水 因为冲浪 潜水基本上是全部啦 但是我自己 我没有东西有敢乱说 但是我不觉得我们的小学生 潜水比例有这么高 就实际潜水比例有超 我自己觉得没有 所以这都是我觉得像特殊的状况 那所有的活动有提到地点的也不多 那海生晚有而且是中小 所以可能孩子们会觉得 我与海同流室内的不算 所以他们没有提 那这个文字里面有写 但是通论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刚说的 大家会觉得这些事情 那我们做了一些困境上面的分析 就是会很明显的知道说 只有十分之一是从物地看一看 十分之一跟刚一样十分之九 全部通过在海里面 那有些是路过宅具 那你知道路过宅具 其实台湾潜水 那叫什么玻璃船 其实也很少 只有在屏东里面 而且我之前没有什么再开了 所以船具的应该也不多 所以它在下面有看海的 就都是路过宅具啊这些 那大部分跟家庭朋友 那文字的部分我很快再做出 因为有基本的文字你们可以看 但是我觉得后面我想谈 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情跟结婚 那我觉得我们很想在乎一件事情是 九层通通都没有提案性设施 那你会觉得说 开玩笑我写海洋朋友 我当时写快乐开心的那一面啊 可是如果大家记得 大家都提海洋污染 对吧 海洋污染是大家觉得负面那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海洋污染好糟好坏 可是同流这件事情在安全 在风险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人 他就完全非常非常少去提及 那这个提及不见的文字呢 从图面是看得出来的 那为什么刚才用最开始那张图 因为你会知道它跟血系有关 他会知道那个是跟他物理是有互动的 不是看到一个芭比娃娃放到海里面 所以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发现安全跟风险 为什么我们的长一辈 我们这么高 还好危险哦 有可能遇见他们夫妻 他们觉得说 你不要过太远 在这边就回来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在 我们长一辈的脑袋里面 我不知道现在这辈的脑袋里面是什么 但是胖座里面不太有 所以当我们开始去看的时候 安全设施 我们就开始 刚刚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会分析这些孩子 他写出来的知识体的这个部分 跟他的外在跟内在的行为对应 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刚刚说嘛 九成以上都是我爱护环境保护环境 可是不作里面 有骑骸龟的 骑骸屯的 骑骸屯的 骑山屋的 但是你不能去说他不对 那可能他不知道 他觉得我就知道他很开心的跟他玩 所以我骑在他上面 甚至潜水的时候穿着潜水装 他的脚踩在山屋上面的 那会就是 那我是不是太道德性诉求 但是你会知道这些孩子 道德事情都在垃圾 可是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他是对海事有所谓的 素揚在他对生育部的脑袋里面的时候 他说应该不要出去 或者他根本不会觉得 原来现实状态下 如果一个人 之前可能会有一些 不管什么样形态的大学生什么 开到乐器在海归 掃那一定是掃新闻嘛 对不对 可是他话说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再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觉得我蛮有趣的状态 这个没有对但是我还会做蛮可爱的 因为我们发现清海比例高 就是那个孩子真的有清水比例高的 几乎都是视角都是在岸边的 所以没有说我今天一定要非常高调 全部都沉到水里面 然后画的东西是跟海不见的 这么有直接关联 很多在岸边的 其实那些孩子清水的 就是那个跟水跟海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们看到说随之年龄增长 他的预期学习的预期成绩 知识是增加的 但是我们很明显发现 不管哪一个年纪 他其实那个安全呢 跟这些概念在我们的看到里面是不太有的 所以我后面有几个是我们觉得 呃 提出来了今天有一整天大老师们可能互动 或是太多了 或者是我们在在思考怎么带上面的孩子去 其实我很棒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悲观 是我觉得是很乐观的 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开始慢慢的从 不要一开始直接跳海里面 是真的从进海才慢慢进到那个海里面 所以你说这个我觉得很棒是 你会知道这一家人或这个孩子 他在玩沙那个角 踏在那个沙里面感受那个沙力的那个感觉 他其实是有呈现出来的 所以你会知道这是他非常真实的感受 非常真实他跟海互动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很想跟老师们分享的是 我们其实在看海云文在学校会跳书袋 会觉得你这个文章里面告诉我们 现在孩子会碰到一个经验面绝起 就是这是孩子的对自然的状态 第一种叫直接接触 就是刚跟海很接近的 第二种叫非直接就是水族管这种 我看到他可是他是不对自然状态下的状态 最后一种就是修相跟随接 如果尝试的孩子是在这两种的 他长大的角色会很恐怖 因为水族管我每天就是看那一缸 你应该就是漂亮亮亮的 所以海里面的画掉我换一缸给你就好 海里面的话应该就像水族管 要全部密密麻麻通通都是 如果我们今天的孩子是这两个的时候 会比较不太开心 所以我们其实会希望当孩子会有真实体验的时候 他的画就会感到 这个我从他的文字跟谷说他应该是真实体验 那你会知道他跟海贵是有距离的 而且他的那个海贵 不会像其他的海贵密麻麻 全部通通都是 然后旁边的NBL通通都是 但是他没有得奖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经验跟看 这个孩子从那个水深到水下的颜色 他是有抓到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看经验 我们在看这个是现在很多的孩子开始 亲近海胸 充那个卡板开始 当我们开始去思考海洋这件事情的时候 风险 海洋会被理解还是没有 但是我们要正视他的风险 他才会是安全的进去 所以中秋节也才有那个新闻 留孩子出去不会看 离岸流就六千种了 所以海洋不是不能亲近 但是当我们亲近的时候 他要懂得自身的保护跟风险 他才会是真的享受跟朋友海洋 所以这两年即使我们听呼唤了 即使主观到位置听呼唤了 答案这个三角形还在 对但是没有风险没有安全 没有文化 有文化 那我在这下就说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很帮登在地的 以前明星牧种全部都是那十项 从海龟排到鲨鱼就没了 但是今年开始有一些在地的 比如说 这个是建福文集画 这个是在 这是宝物的孩子 然后他会话说他跟阿嬷 去那个潮尖寨 很有那个十岁的感觉 开始在那里捡潮尖寨的东西 那我觉得是很棒的 所以这个是最后给大家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在沙滩 看过那个 那个双被那个蛤背 那个蛤背 吻脖或是任何的背盒 钻到海里面的形态 就是那个荡冲过来 然后他就会真的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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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钻下去 所以年轻小的孩子 不是他不能侵海 也不是侵海 你把他丢到海底下面去 是他可以从各式各样的观察 各式各样的东西 安全的状态下 真的感受你的行为 丢海洋的状态 我相信这样子下来的孩子 会一代五一代 更能够跟着大家一起侵海 跟着大家前进到海里面 那我家办公室在这 所以我们先判函 我家办公室在这 那我先稍微打广告一下 这四溪竹湾 我们现在有那个 南部的水域中心刚成立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 爬板独鹿洲风险 所以这个夹关后 里面是安全的水域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中山大学来玩水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